争取最短时间内签署,鄂土即将敲定导弹军售大丹。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1日说, 土耳其和俄罗斯官员将于下周会谈敲定土方购买2G S-400防空导弹系统合同的具体细节。 我们的官员下周将一起敲定S-400合同的具体细节。 埃尔多安在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尼尔普京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普京当天访问土耳其与埃尔多安在土首都安卡拉会晤。 普京在联合记者会上说, 俄方认为两国扩展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具有广阔前景, 双方当天就军购贷款事项达成一致,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签署相关协议。 今年9月,埃尔多安确认土耳已就购买2G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签约, 这是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的首项重大军购协议。 S-400反导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先进防空导弹, 印发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安。 美国国防部先前说, 北约成员国购买互相兼容的武器装备总体来说是个好主意。 S-400是俄罗斯最先进的现役防空导弹系统可根据不同作战任务打击不同高度不同距离上的目标可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战机等不同类型目标最远射程超过400公里。 徐丽宇